各位阿瑪山的夥伴,大家好!我是戰犬中隊的Dustin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另外一個重生點的設置方法 有一位夥伴是我們戰犬的Rookie 他想要做一個就是從飛機上比方說C13洞上面重生 然後大家在C13洞跳完傘之後抵達Ring Zone 就是降落點之後呢,就把飛機上次重生點取消掉 那我們今天教這個語法跟大家分享 那我們首先呢,先放一個載具 然後這個載具上面我們不要放任何的人員 那記得載具我們設置一個變數叫A1 OK 那接下來我們要放最重要的就是我們要控制的人員 隨便找一個 OK 然後接下來呢,我們先把屬性的設定在多人模式的部分 先改成在個人位置重生 然後可以選擇重生位置打勾 然後重生延遲5秒 那接下來重點將來啦 第一個部分,我們要把重生的語法放上去 OK,我們直接放在載具的初始的部分 等於是載具出現的時候這語法就因應而生 那這個語法的意思就是說 我會有一個重生點它的名字叫做Respawn01 然後等於呢,這個叫做你要復活的陣營 然後我選West就是藍軍 然後A1呢,是指我要在這台車上面重生 OK,然後這是一個預設的 波形米亞的重生點語法 OK 所以這時候呢,我一開始的時候呢 就可以重生在載具上面 記得遊玩的時候點多人模式喔 好,那地圖上面一開始畫面是不知道的 所以你可能可以透過簡報或其他標記來 來辨識一下你重生的位置點 那可是進到重生畫面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直接在馬歇爾裝甲車上面做重生的動作 而且我們重生是在馬歇爾裝甲車的裡面 那如果你不希望玩家進行載具的操控的話 你可以放AI去裡面卡位 對 好,這樣我們重生應該沒有問題 那我一樣,下車之後再做一個Response確認 OK,一樣在我們的裝甲車上面可以做重生 好 那現在第二個問題要處理的事情是 萬一 像我剛才所說的 我們需要 抵達一個位置之後 重生點 另立在第二個地方 那我要把車上的重生點移除的話 我怎麼移除呢 那接下來我們放一個 藍軍的夥伴 讓他好辨識 那接下來設置一個trigger 好,10層10層10 然後一樣由玩家觸發 那觸發什麼呢 觸發之後呢 就會執行 Response另外 就剛才我們生成這個重生點 remove 被移除掉 好,OK 設置完之後我們來做測試 接下來我們重生在我們的裝甲車上 好,OK 然後我們一樣下車 下車之後我們就往我們的友軍那邊移動 好,糟糕我早上 怎麼射得有點遠 好,OK 我移動到我的友軍這邊之後呢 應該已經觸發這個魚法了 所以一樣我重生 等一下我的重生點就會不見 OK,所以我現在已經被禁止重生功能 好,無法再重生了 OK 好,那這個寫法呢 是方便 因為有時候我們用模塊去做重生點的設置 但是我們沒辦法刪除 我們頂多只能移動 所謂的重生點 那可以用這種方法來替代 所謂的移除重生點的模式 OK 那如果有任何問題的話 也可以在我youtube底下做詢問 或者到我們戰隊的論壇或TS3做發問 OK 那今天影片到這邊結束 謝謝大家,掰掰